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把巴黎变成了一座既现代但又令人陌生的城市 在这里生活的人也似乎迷失了自我 卡耶伯特不像他的好友马奈和莫奈一样 他也没有毕加索和赛善那样大胆 但是他描绘的场景体现了巨变中的巴黎 让你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发展 这幅画现在是保存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金贝尔艺术博物馆 惠宁是在巴黎奥赛博物馆30周年特展的时候看到了他 巴黎奥赛博物馆是1986年12月1日 由法国总统弗兰索瓦密特兰揭幕的 到2016年整整30岁了 惠宁时间 法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